大家好,我叫沈君,我来自长州经纬智能化工 我在这边从事装配工作 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装配注意事项 以及裸杆调间隙的注意事项 我们今天装的是一台霸的裸杆 裸杆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新轴,一部分就是螺纹引键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新轴 这个是新轴 这个穿在上面的就是螺套 螺套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输送款 像这种就是输送款 还有一部分就是捏合款 像这种 像这种,这种就是捏合款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螺纹引键是怎么安装的 穿螺套的第一步就是找出这个新轴的香味点 这个之前已经找好了 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对应的这个尺 然后我们开始穿螺套 螺纹引键 首先要在两半末以上的细砂纸上面打磨一下 据一下上面的毛刺 然后用麻布擦一下 然后找对应的香味点 就是螺纹引键 这两个点的中间对应的香味 新轴上香味点对应的那个尺 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个点对应的这个尺 在这两个点的正中间 然后我们穿下面一个 就像这样 给它对接上就行了 两根螺纹引键没有错位就行了 现在我们整套螺杆已经穿好了 然后现在装螺杆头 螺杆头要刷在上面涂点高温油 这个螺杆头的牙齿反扬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整套楼杆已经穿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剪一下 就是把两个楼杆捏合到一块去 就像这样来回转脸去 看到有没有碰撞的地方 就像这样 只要没有碰撞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个楼杆现在就已经穿好了 在下面检查完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去行车把两个楼杆掉起来塞到机桶里面 就像这样已经塞进去了 现在我们再往里面塞一点 注意这里先不用塞到底 大概在这个位置就行了 因为我们还要装效率板 像这个 这个就是效率板 先把这个效率板装上 就像这样 这样效率板已经装好了 然后效率板装完之后 我们第二步就是要把楼杆都进起来 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装好了 现在把楼杆推到底 现在我们就打百分秒 开始调整起来 加密集绝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直接金融 我们开始规论 轻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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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轻松下 就是把百分比要顶在罗杆前面平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百分秒回0 我们现在百分比要打单是在左边的这个罗杆 用一个螺丝刀先把右边的这个罗杆往后顶住 然后用另外一个螺丝刀轻轻拨动 左边的那个螺丝 就是表打在哪个螺丝刀 就轻轻拨动哪个螺丝刀 把另外一个螺丝刀顶住 就像这样 把右边这个螺丝刀顶住 暴动左边那个螺丝刀 大概在34次 一个螺丝刀要多暴动几次 大概在三次这样的 然后每次的读数差不多就可以了 把百分秒换到另外一个螺丝刀顶 现在百分秒已经换到右边这个螺丝刀了 还是把百分秒回0 跟刚才一样 往后顶住左边这个螺丝刀 轻轻拨动右边的这个螺丝刀 看下百分秒 看下百分秒 大概在32次 右边这个螺丝刀也是跟左边一样 波动大概三次 然后每次的读数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样螺丝刀顶就调好了 调螺丝刀顶主要就是拨动两根螺丝刀 看两根螺丝刀 穿动的差在54以内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穿动的差是234 所以现在 间隙就调好了 我们现在穿动的差是234